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 7 分 77 秒的時間 和大家一起來聊聊 海洋垃圾清理神器真的有用嗎? 你們在網路上看過這個神奇的海上垃圾桶? 或者是這個超大型的太平洋垃圾圍堵計畫呢? 根據統計,目前每年都有1000公噸左右的垃圾進入海洋 平均每分鐘就有一大卡車的垃圾被倒進海裡 研究組織也估計,30年後 海洋中的垃圾就會變得比魚還要多 6月8號是世界海洋域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們就要為大家介紹剛剛看到的這兩個 近幾年來很紅的海洋垃圾處理器 並且看看有了它們之後 海洋是不是真的就得救了呢? 首先,讓我們從Seabing這個海洋垃圾桶開始說起來吧 只要把這個垃圾桶放進海裡 它就會靠著岸上的Pump所產生的吸力 讓海水不斷的往內流 海面上的漂浮物也就會引起被它吸進它的濾網裡面 而這個濾網可以做到油水分離 把海面上的油沉澱在底下 也可以蒐集最小2毫米的塑膠顆粒 而且重點是,測試到目前為止 Seabing都還沒有發生過 把海洋生物吸進去的情況 一個這樣的垃圾桶最多可以裝20公斤的垃圾 換算下來,一年可以蒐集9萬個塑膠袋 或者是3萬5千個咖啡杯 或者是10萬個各類型的一次性餐具等等 而這些蒐集到垃圾會結合社會企業 重新製作成社會塑膠製品 避免它們再次依照之前的循環 被丟進垃圾掩埋場或者是糞化爐 Seabing海洋垃圾桶的設計師 是澳洲的杜頓跟斯洛林斯基 他們兩個因為很喜歡衝浪 所以想要改善海洋環境 而這格垃圾桶花了他們10年的時間測試 在2015年登上募資平台 並且也成功地募得了資金 一直到目前為止 全世界已經有719個海洋垃圾桶正在運作當中 每天可以蒐集1900公斤的垃圾 也持續開放組織或是個人名義購買 放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 那實體看來算是很穩定的發揮著它們的功能 不過這個海洋垃圾桶在使用上也有一些條件限制 因為它必須要靠著岸上的幫浦來運作 所以它並不能夠被放到外海 也比較適合拿來清理港口或是碼頭等等的平靜水域 那對於那些大面積的海洋垃圾袋 就可能比較派不上用場了 而這就要說到接下來的這個發明 因為它就是為了清理太平洋垃圾袋而生的 這個被避免為SYSTEM001的海洋吸塵器 本體是一條超級無敵長的圍欄 那圍欄下面有著一些可以網羅垃圾的小裙袋 在洋流、海風與海浪的作用下 它會自然地被拉成一個U字型 並且推進得比漂浮垃圾還快 這樣一來它就可以往前追趕垃圾 然後把它們給網羅起來 而如果順利的話 60個海洋吸塵器就可以在5年之內 清光太平洋垃圾袋的一般垃圾 海洋吸塵器的發明者是荷蘭的史拉特 他在16歲去西亞潛水的時候 因為發現海裡的垃圾竟然比魚還多 所以決定要做點什麼來解決問題 那他在有了這個構想之後 登上了TED的演講、得到了不老的資金 成立了海洋清潔行動公司團隊 而海洋吸塵器也被時代雜誌 譽為2015年的最佳發明 經過了長時間的開發與測試 2018年600公尺長的海洋吸塵器 終於第一次下海執行他的任務 但殘酷的事實來了 4個月內他沒有接到任何東西 而且還很尷尬的斷掉了 怎麼會這樣呢? 主要原因是海洋吸塵器 想要依靠海風、海浪跟洋流 當作推進力 但其實這三者在海上各有各的運行原理 既難以預測也不總是往同一個方向前進 而許多的專家學者都表示 想用這種原理追趕垃圾 會失敗其實是意料之內事 而目前史拉特表示他的團隊正在積極改良中 雖然海洋吸塵器目前看起來結果蠻慘的 但畢竟這不論如何 還是一個海洋垃圾清理的一次大規模嘗試跟推進 那未來它會被改良得更好 我自己覺得其實也是蠻期待的 不論是成功或者是失敗 這兩個進海神器都在研發與運行的過程中 都免不了遭遇到一個強烈的指引 那就是,為什麼不直接從源頭做好把關呢? 跟每天被倒進海洋中的垃圾相比 海洋垃圾桶蒐集的垃圾數量根本卻微不足道 而一台海洋吸塵器 耗費了7億5000萬台幣去研發製造 效果卻不理想 有人說,用垃圾桶吸垃圾 根本就不是一個解決方案 因為陸地才是垃圾的源頭 微塑膠研究業者理查湯普森也說 如果我有這麼大的一筆錢 我會把95%用在防止垃圾進入海洋 只把其中的5%用於清理 那也有科學家比喻 這就像是一個浴室漏水、淹水的時候 能用一些水桶來撈水當然是不錯 但如果我們不去把水龍頭關起來 把漏水的地方堵住 那麼,再多的水桶也都沒有用 澳洲政府每年花超過100萬的澳幣在清垃圾 他們發現,把錢投資廢棄物管理 包含是回收、房子亂丟垃圾 教育大眾不要非法棄制 以及制定相關政策 比單純把預算用在清掃上 更能夠有效地減少海岸上垃圾 此外,又不少人宣稱用淨碳的方式 在垃圾還沒被沖進大海以前 就可能先撿起來 以免漂流出去之後要花更多倍的力氣回收 那我們也在Tate上看到 有人在貧窮國家地區成立了塑料圓堂 鼓勵人們去撿塑膠垃圾 來換得教育或金錢等等 再把塑料轉化為可以回收的原料 用這樣的方式 形成一條對大家都有利的回收鏈 那雖然前面說了這麼多 但海洋垃圾的預防跟清理 並不是只能要選一 大家也不用再看完這集之後就選邊站 雖然使用的方法不同 但他們希望能解決海洋環境問題的初衷 卻是一樣的 只是大家從自己的能力與專業出發 用各自的方法再努力 就像是海洋保護協會的科學家說的 雖然我們對史拉特的計畫抱持了高度的懷疑 但我們希望它能成功 而史拉特也在Tate上表示 當他走到路上看到有人順手把垃圾丟進水裡 他得到的感觸是 習慣亂丟垃圾的人不可能完全消失 所以他認為海洋需要的是 預防跟清理兩端堅固的方法 每當我們看見這種神奇的海洋垃圾處理器出現 心中總是免不了覺得 哇!海洋有救了! 其中那些發明家是救世主啊! 應該得諾貝爾獎的 但是同時 這些發明其實也減輕了大家 對於自己使用與丟棄物品的責任感與責感 好像只要有那些東西 我們就可以不用在乎自己製造的多少垃圾 但很可惜的是,事實並不是這樣 如果這些發明是鹽水的時候撈水的水桶 那麼我們大量的使用與丟棄 就是關不掉的水龍桶 雖然老套,但我們能做的 或許真的還是得從注意自己的購買習慣與丟棄習慣開始 使用餘粒的時候去淨灘 或者用自己的行動帶動身邊的人 養錢更環保的習慣 每次說到這邊,很多人一定會想說 欸!為什麼我每次好好丟進垃圾桶的東西 最後會跑到海裡? 為什麼回收沒有用? 這邊推薦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公司之前和RESYNC合作的互動手網頁 海費推薦 裡面不只有答案 還有你從來沒想過的101種獵奇海費 那另外,圖文不符也在世界海洋日這兩天 推出了介紹風斗浪跟離岸流這兩支的動畫 教大家如何聰明的又安全地去海邊玩 那我們把連結放在資訊欄,歡迎大家點進去看看喔! 那麼,今天的提問就要來問大家 你對海洋垃圾清理的態度是什麼呢? A. 很在意會積極地參與相關的環保活動 B. 雖然沒有感覺很壓迫 但會平常注意一下自己的習慣 C. 你生活太遠了,覺得蠻無感的 D. 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海洋垃圾的危機,還有這兩項發明!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看看 禁用塑膠吸管之後的解決之道 以及更多的七七國際新聞系列! 然後當然也不要像LOGO,訂閱我們頻道!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